世界日记新有报天天读 亲爱的朋友们好 我是淑婉 又是一周的开始 也希望大家万事都有好的一个开始 而对于美国大选的战场来说 真的是咬得非常的紧 所以我们来看看他们当地的报纸吧 在外媒纽约时报一个大版面 其实他们持续对于选情做追踪 那上头写的是哈里斯 下头写的是特朗普 主要在最近有关于美国各类政治行动委员会 他们的资金应用 希望投注在不同候选人上 他们的一个努力方向 也引起了一个探讨 结论是发现 虽然今年美国大选的资金的运用 真的是巨额的资金 但是他们花费在广告商的效用 往往不一定非常的理想 所以因此就代表说 即便是非常的有钱 恐怕也不能解决 他们选举上面拉票的 这个部分的动力 当然相关的话题 我们更多来看 今天的一个国际聚焦 美国今年大选的情势 对于现在全球各地都在关注的 几个不同的一个战区 危险的区域 包括地缘政治的风险等等 都有拉动的一个关系 在现在中东的情势上 特别以色列近期的一些 对外攻势追缴哈马斯 去攻争阻挡等等 接下来怎么对付伊朗呢 一直在消息当中 在今天我们看到 经过了这个周末的发酵 今天星期一 星岛日报美情报外泄 射以报复伊朗计划 说准备动用长城导弹 战机空中加油机 一看到空中加油机出来 就知道它是一种长城 这种补给攻击 而且还有可持续性 信报同时也这样讲 包括间接证实 以色列用核武 以及这可能也看到了 美国是在监控以色列 它的一个军情动态 好消息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我们先说这个情报呢 用了两个绝密 用很多的绝密字眼 那么绝密的情报 怎么会外线呢 这是在Telegram 它是一个跨区域的通讯平台 是一个亲伊朗的一个 这个叫中东观察 他们说他们是一个特定的 一个同样的一个应用城市 有匿名的消息所提供 但是匿名者当然不会告诉大家 他是谁 当然是透露说 是在美国的国防部工作 当中揭露了有关于美国近期 去如何去监视 关于乙军的一些动态 所以做出了这种发想 但是像这样的一个讨论当中 我们得说 就是说在这件事情的出来 到底真实性如何 这个呢有美国的媒体认为说 有部分确实是受到 美国有关人士的一个证实 但是这个用意是什么呢 这个来源呢 可能有比较多重复杂的原因 多重的复杂的原因 包括什么呢 包括这个消息出来 到底是对于以色列 因为对伊朗的这些军事行动计划 很多时候呢 大家甚至认为 它也不是什么情报 因为路人皆知 都知道以色列 它的一些军情的动态 但是问题是 如果它是一个政府机构的泄密 那么传出来的这个信息呢 显然就比复杂 就复杂的多 复杂到什么程度呢 它到底是谁泄露出来的 如果是美国政府机构 故意泄露出来的 是不是意在提醒伊朗要做准备 还有可能 是不是以色列 他自己想要去做一个讯息操弄 他自己去做很多的假信息 去煽动呢 另外还有没有可能 是德黑兰自己 也传出了这样的消息 爆出这样的消息 来显示彰显 他自己的情报能力的厉害 来去阻吓以色列呢 所以在讯息的复杂下呢 以色列他现在对于 黎巴嫩真主党的一个攻击啊 还锁定了他们的金融机构 包括还有他的一个情报机构等等 而在这一次看到的 新瓦尔被击毙之后 以色列面临艰难抉择 是宣布胜利 还是继续战斗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一个消息 对于以色列来说 内塔尼亚胡之前多次说 他们呢 现在这个情况 新瓦尔的击毙 对他们来讲 或许它是一个新的开始 翻开一个新篇章 但是呢 这不代表说 对于以色列来讲 它是真正的进行一个 胜利行动的一个计划 所以呢 在当中也提 这种各种的复杂因素之下 对于以色列当前来说 看起来 它在对于真主党 对于哈马斯的袭击 取得了这个阶段的一个战术胜利 但接下来在伊朗的这块部分呢 很大程度呢 也是要取决于一个美国的态度 不过我们看 最近的一个石油波动 并不是说飙高价 所以呢 在外媒的分析当中也有认为说 看起来以色列还并不会对伊朗打开杀戒 然后在美国大选一个拉动上来看 联合早报 哈里斯跟特朗普摇摆州造势选情 白热化 以及联合早报 特朗普哈里斯都爱一个快餐店 所以快餐企业也被拉入大选 在华尔街日报我们来看 包括这个跟企业主等等握手等等 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看 可能今天早报还来不及 但是外电报道我们已经看到 特朗普在快餐店 这一天呢 他去学炸薯条 同时呢 他认为炸薯条这件事情 真的还也蛮有专业活的 而特朗普身边的人都知道 他这个人还蛮有点洁癖 在炸薯条的过程当中 他还把它装入盒 从得来塑 就是这些车道当中的递出去 给这些购买者 他自己觉得这整个过程还蛮好玩 而当天呢 正好是哈里斯60岁的生日 所以当媒体问到他的时候 他先是说也祝他生日快乐 说会送他花 不过大家也担心你送什么花先 那后来又转口说 他可能送薯条 在这个地方 他主要是要约于哈里斯 因为哈里斯曾经说过 他在念书的时候 曾经在快餐店打工 所以认为说 他比较知名声疾苦 但是特朗普咬定 他根本 哈里斯根本没有做过 但是他也提不出来证据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世界日报》继续看 特朗普他的一番谈话 说若中进入台湾 将克200%的关税 因为他接受 《华尔街日报》专访 暗示的对华贸易的这个部分 但是从 还有一个是上周的一个整理 这边也在说 就是说他认为 如果是他当选 认为他 就是在台海的这个危机情势 恐怕不会发生 因为他觉得北京可能并不会去 这样子的一个做 所以他近期在华尔街的一番言语呢 也受到了重视的同时 因为他突然间 特别刚才飘到一个队 还有呢 就是他在周末呢 可能他又突然出现一些 在美国媒体中说的 浮言乱语 比如说他对于一个 以示的高尔夫球手呢 说出了一些比较轻跳的言语等等 或许这就是特朗普 再看马斯克的驻证 马斯克现在每日要派 一万一百万美元 就给那些连署 写连署书的人抽啊 哇所以这个部分呢 每日一抽 当然引起很大的话题 当然很多人说 这不是公开的买票吗 但实际上在美国的法规当中 你要看他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你看如果是马斯克他 以他个人名义 或说他是先给这个政治行动委员会 再来做分配 总之呢 他可能有很多 是在模糊空间上的一个操作 但是这件事情的作用呢 保温了对于特朗普的一个话题 即便呢 他开始有些 还是很特朗普style 他那种说话突然间飙出来 大家当然没有办法掌握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这样 不断地去抓住一些大家的讨论 另外再来看的是 中东局势跟乌克兰的战争 成为在意大利召开的 七国集团国防部长会议的焦点 但是这次七国会议的一个焦点呢 包括台海的情势也都做关注 还有这次我们看到在台海周边 这些外国军舰啊 也伺机来做侵扰 但是G7当前的一个情况呢 包括美国国会众议员 还要敦促日本加强对华芯片限制 以及世界日报 美国还甚至警告日本 说你不对中国动手就对你动手 而且说这是一个下通牒 这主要是因为外媒报道 说英国可能要联手日本 要遏制啊 这样对华遏制这种半导体产业 但因为日本担心啊 北京反制不敢跟进 所以现在说是美国众议院呢 就开始动手了 成为我们之前呢 在独报中所提 在美国大选前 这种对华的针对性 不论是言语也好啊 或者是一些刻意秀肌肉的展现 它只会会越演越烈 而这件事情在看呢 是美牵头见新军工联盟 现在呢包括台北这里呢 也参加了一个创始会议 还有联合报更说 美主导国防工业 这个任性伙伴成立 这个任性是真的具有任性 还是最后只会变成这个任性呢 但这个部分是美国主导的没有错 它全名其实叫印太产业任性伙伴 那这本月的7号8号呢 是在夏威夷参加了一个创始会议 但他说有13个成员 除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媒体说 这个台北也有参加 但是其他的成员到底有谁呢 是说没有公布也没有仔细去说明 但这件事情他们在内部分工当中 主要是有关于生产 供应的这种稳定 还有维护 以及接下来他们的一个政策优化 有分配这些工作 但是这些消息报道今天的曝光和他们描述的方式呢 带出了也点出了在印太区域安全战略当中 台湾的一个重要性 更点明了 其实等于说美国啊 真的是不断地用尽各种方法去武装台湾 积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接续我们做国际速报 信报朝元俄 影片曝光 士兵领物资装备 我们相信很多朋友呢 可能也看到 因为主要是乌克兰的政府部门 所发放的一个影片 但写的也很保守 说疑似这样的部分 但呢这韩国的相关媒体呢 直接拍到就直接说 其实韩国的国家情报院之前 也多次透过媒体放风 说他们有卫星 看到俄舰艇呢 疑似输送朝军活动 怀疑当中有军备 更直指呢 俄派的这一次的朝鲜军队 70年来首次参加实战 或学习无人机战术用于韩国 如果说朝鲜呢 他们现在呢 派兵到俄罗斯东部啊 去做一个战备的实习 这件事情完全属实的话 那么无疑 给乌克兰的战争 带来更多的国际变数 你看欧盟呢 可能也盯着看 他是不是要仿效 他也去派出地面部队 但另外一个时间 上周我们看到了 朝鲜他是炸毁了 通往韩国的自己 这一侧的一个道路 现在这件事情 结合起来想呢 也可以见证哦 一定程度朝鲜 也是有内部的安全考虑 因为他们现在派了 万名的士兵出去了 在这个印尼的新总统就任了 在刚过的这个星期天 73岁的印尼总统 普拉伯沃就职 廖夏月再访 华青岛的一个消息 还有当地的时报 我们看到 因为他跟左科维多多 交接了这个部分 还有左科维多多的长子呢 继续是担任 印尼新总统 普拉伯沃 他的最年轻副手 他在外交政策上面 大家就会看哦 他可能续部结盟 而且这次在普拉伯沃的 就职典礼 中美双方都派了高官 那现在普拉伯沃呢 在这次的竞选当中呢 他一改过去呢 在西方媒体当中呢 对他比较强烈批判的措辞 展现出来一个爷爷的形象 据说呢 他还抱着猫曝光 甚至还拍了一些跳舞的视频 希望可以拉近跟平民的一个亲和力 而在当前国际形势 特别在中东的一个战局下 我们要知道 印尼在东南亚是一个最大的经济体 他的九成人口都是穆斯林 如何在这个当中 应用这波情势来振兴印尼的经济 大家也在看哦 所以你看 包括他现在提的这个部分 以及我们刚刚也一次说了 他在寻求更显著国际地位 我们刚刚说包括充分利用 因为他现在这个整个人口 超过了两亿人口嘛 那么接下来也看他的一个 这个行政的一个手腕 再看菲律宾 这里有政治家族矛盾深 副总统萨拉撑 哇 想砍下小马可斯的头 另外观察者说 菲律宾副总统表示 马可斯不知道如何当总统 掌握他被弹劾的证据 两大家族现在开始裂横扩大 金融时报的国际版 头版我们今天看要讲到 摩尔多瓦的选举 摩尔多瓦这次选举呢 投票吧 然后加入欧盟呢 还是要更靠向 还是恢复投入俄罗斯的影响实力 但这个部分 在这个进行过程当中呢 摩尔多瓦却是指控俄罗斯干预 为什么他说是以一些福利金 用金钱的方式呢 去诱惑 有些争议 另外联合早报信报消息 中国驻缅甸领事馆遭爆炸物袭击 无人受伤 缅甸军政府表示 这是恐怖分子所为 这起爆炸事件呢 目前战时无任何组织承认 后续 目前也正在持续地进行调查中 今天来看到的是 秘鲁当地的媒体 提到有一个11月下旬的这个时间 说中国这里建了一个巨型港口 Megaport 这个中国出资的秘鲁港口 在11月呢 可能在这个时间 月尾 应该是稍晚的时候 就会来做试应云了 这个部分呢 外媒就说 外媒就肯定立刻就点了 就是挑战美国影响力 但我们看这个港口建成之后 当然是对于南美跟亚洲的 这个贸易物流线 是有一个更积极的一个作用 纽约时报我们看 还有明报这里指 最近关注了中国的大熊猫 包括呢 近期大熊猫 也有在旅美等等 还在当中的一些交易的 一些内容等等的文章 非常细 当中呢 可见 显见那个大熊猫 它现在在很多方面的 一个关注的角度了 那美国的经济到底如何 信报看 美国才是14万亿 其实对于美国来讲 它现在是1.8万多亿美元左右了 利息开支标 这算了一下 它是历年来第三高 而且是国防的开支很大 社保等等 但接下来我们认为 美国的选举结果 不论是哪个总统当选 这个问题呢 可能在短期内 都非常难以解决 继续读报 中华聚焦 文汇报标题 大金砖首次峰会 习近平名副额出席 中国方案受期待 将为推动多边主义 和包容性增长 注入新动力 这个大金砖 因为之前我们都讲金砖峰会 但这次大金砖 是因为这次的会议 是在俄罗斯喀山举行 会扩容 会增加了埃及 伊朗等等的一些国家 但同时呢 也还有很多国家表态 要做更多的一个参与 于是福在这一波当中 我们也看到 在外媒报导 注意到这一篇的标题 说这个金砖 它现在等于说 是一砖一瓦的 去重塑 整个世界全球的经济格局 特别呢 在这一次的峰会当中 俄罗斯一定也会借机 展现它的一个影响力 特别在俄乌战争 达到了现在的这个情绪 当然对它来讲很重要 我们看这个金砖会议呢 本次的一个气势 因为金砖会议呢 它现在大家算了一下 如果平衡购买力消费的话 在当中所看到的一个数字 金砖国家 我们加起来 它的一个经济影响力 占了全球GDP 超过35% 因为后面还有小数点嘛 但是它是超过35% 但是G7 刚刚前面我们也提到G7 G7工业国 它整个经济影响力呢 到今年最新的数字 看到它是萎缩的 它大概是不到30% 大概就29左右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可以显见 因为最初金砖国家成立的时候 欧美一些国家呢 还说这是一个空想 但是直到现在呢 反而让他们觉得 这又来了一个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刺激的一个影响力 所以本届的一个金砖峰会 特别也关注到在金砖国家当中 为什么他们这个合作越来越广泛 是因为呢 这种包容性跟他们相互的理解性 有别于过往各种 他们跟不同的经济体组织的一个合作 因为以前他们很多事情 可能要被迫妥协 所以且看今年金砖峰会的一些表现 经济日报联合早报 跟这个网络媒体看到 是中国现在加强两用物项出口管制 但称不影响国际经贸往来及合作 经济日报看居民两用出口加强管制 这12月就要实施了 这个部分联合早报呢 就提说这个严管呢 会不会引起哪一国不满 这当然了 但很多的媒体在观察当中 因为主要是看到军需品当中的这种管理 不过中方呢 在这一波的管制消息当中有提 他们不影响全球的供应链的稳定 还有甚至呢 还是会协助稳定 但核心是呢 旨在什么呢 是有自己的一个国家安全 先预先部署的这个考量 就是自己内部的考量 那同时来看经济日报跟信报这里 经济的评估 我们看到今天的港媒 他会去问到这个世界上呢 有一些比较重要的 这些经济分析的一些代表 像摩根斯坦利亚洲区的 这个前主席罗奇提议 乐见中国救经济 但是在措施方面 他认为措施还不够 但是即便措施不够 再来看信报呢 这里也私事股权 也是私募股权的 这里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认为说中国是有本钱的 你看有本钱刺激竞技 那内防这个部分 还是他们比较关注的 那同时政策的一个执行性等等 这就是之前 其实包括呢 在中国内部自己 各种的这种经济啊 市场学专家呢 也都在讨论 这波形式呢 他们主要也是看到 核心还是外资 非常的一个畅旺 特别近期香港的一个表现 挺抢眼的 但接规于长远的未来 可见中国的政府 跟中国有关的这个企业 其实绝对够有措施 来陆续的去对于经济的提振 有一些招数 在这个上个礼拜到现在 有一个讨论持续的呢 就是在股市中的表现 我们先看啊 同城热搜 说这个2.15万亿空降四川 自媒体热炒四川大基建 另外呢 包括这个部分我们看到 重磅啊 大消息拆迁 天价补偿等等 但是今天信报的这一篇呢 点评还蛮有意思的 他写得很深哦 一开始呢 我们记不记得 天下未乱属先乱 天下以平属未平 中国自古以来呢 就有这样的一句话 那当然呢 主要是因为四川 它的一个地理特殊 还有民风强悍 近期A股啊 一直不断的去吵穿鱼概念 还有这个西部大战略的 这个移动等等 他觉得可能不无有 这么样的一个意味 但是他说熟悉呢 三国制的朋友呢 都知道 这个刘备在赤壁之战之后 转入四川建立蜀汉政权 即便后来我们看到 关羽跟这个张飞 还有诸葛亮 他们相继离世 但是呢 人就凭借着这种 阿斗座皇帝 廖化座先锋 他们能够顽抗抵抗了多年 所以呢 才能让三分成一统的这个局面 他说近期这个A股的表现呢 也要注意 虽然呢 这个西部开发新时代下的 一个西部大发展的 这种座谈会呢 显然是一个大政策的方向 但是股市呢 现在开始有些真真假假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了 很多重磅啊 甚至天价补偿 有关部门的官员 是出来否认 认为网上是有很多谣言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因为真真假假 让股市当中 反而让很多不太 不太确定的人 容易引军入瓮 所以呢 这篇文章在提醒说 观察股市的时候也要看 你如果说现在不排除 有人呢 他是了解中国地理历史的情况 藉由这一波 还稍微了解一下 国家政策方向 去造了一个局 捞自己的渔翁之力 所以这一波呢 就希望提醒大家 多一点学习 另外来看存量防贷系下调 深圳在线日光盘等等 这相关的消息 这些包括中介门店 还有近期的一个情况 当然显现 大家在消费能力的需求 对于房市的投注上面 有一些正向的回复 接着我们做中华速报 这两篇呢是互相互补了 只为一个英文消息 一个中文消息 主要是美加军舰 这一次呢 在台海这个动态 解放军东部战区 全程跟肩 赤 滋饶 搅局 确实如此 大公报 今天的消息 三海域执行军事任务 禁止驶入 这是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今天开始 10月21号到25号 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6点 他有划定的一些范围内 禁止驶入 因为说在进行军事训练 新岛日报消息 深圳政协副主席王又鹏 被调查 明报也提 所以他在当地工作了大概30多年 但现在呢 因为有些违纪违法 所以正在调查中 信报 明报 今天呢 也占了一个半板的一个消息 我们来看 这主要是讲江西的乡长御赐 逾越未葬 官方中任牺牲 以及信报标题 说江西相关停失逾越 获任因公牺牲 那这个部分 一旦经过了一个认定 这主要呢 是因为很年轻啊 这个干部40多岁 他去地方上呢 继承考察的时候 就遇到一位满身9亿的人 的拿刀 刺相 但后来呢 很遗憾 在过程当中伤重 不惧身亡 那这个因公的认定 获得了确认之后呢 就可以按照相关的一个条例 他的家人等等 在当中受到一个条例的照顾 而当明报这里也提 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官民矛盾 甚至发生暴力冲突的问题呢 在内地乡村尤为突出 可能还是一些欠缺法律意识的部分 新岛日报跟明报 来看学校食堂 学生吃的安全呢 当然非常重要 近年来一些社会事件 似乎也提高了大家的警觉意识 我们来看这次在昆明 学校食堂用腐肉 校长被撤职 承包商立刻被停业 而且还处于不同的罚金 那这个部分呢 包括这个学校 可能被罚了10万人民币 但是这个经营的食堂经营公司 就被罚了500多万元 当然整个昆明全市 就要开展食品安全的一个调查 这次危机的处理也很快 人贩子江苏现金交易因而 多人落网集团通过 小红书物色客户 以及迈孩儿母亲 仅18岁来自贵州 还有包括中介提了 今年迈大概超过多少名 这件事情当然公安呢 整个呢 都也在调查中 冷空气来了 也注意提醒许多朋友们 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安全 换季式冷空气 那这次内地有很多低温 突然到了零渡线 那现在北京还跌破了丁点等等 东北多地有雨雪天气 天气情况提醒大家 四川景区啊 这个金银欠家 推徒手歹猎救亡 还有你看游客徒手 捉到野猪呢 可以带走 但是这样的方式 当然引起了一个争议啊 因为这可能会有染疫风险 所以消息一出之后 有关部门呢 也开始要做一些检疫规范 还有一些调查 那这个是菲律宾 大马尼拉地区 发生了一个恶性形势案件 一华人男子在菲律宾火锅店遭枪杀 中时官已介入处理 而且呢 他是被自己同胞枪杀 那这身份曝光之后 或与网络赌博有关 李家超鼓励集会正包容 这个应该中间空一个格 说想法狭隘 这是主要是大家都在讨论了 这香港如何更好的一个发展等等 那这个部分也象征出击香港这里很包容 它其实容许各样的一个讨论